这是六扇门建立以来的最大凶案 当朝御史大夫金圣皇 被人阉割过后残忍杀害 还将尸体吊在房梁之上预盖弥彰 四大名捕之一的铁手判断 凶手可能是金圣皇的某个结拜兄弟 而金圣皇的三个结拜兄弟 各个都是武功刀墙文明江湖 首先是大哥灵玉象 被称为武林三条龙中的第一条龙 外号长空十字剑 再就是二哥七旋斩慕荣云 被称为武林中的第二条龙 最后是神边白震雷 虽然没有与金圣皇结拜 却不是兄弟圣四兄弟 金圣皇功继之日 三人纷纷来到灵堂祭拜 发誓要找出杀人真凶 替金圣皇报仇血恨 也就在这时 铁手和追命三人到来 是东方总部铁手 南方总部追命吗 林老爷 各位前辈 林玉象看出了铁手的来意 表示会好好地配合铁手 铁手若是有什么想问的 他们三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铁手文言也不客气 询问林玉象之不知道 金圣皇被杀前 有谁和金圣皇见过面 乃至林玉象这时 脸色变得怪异起来 反而把目光看向了自己的妻子 三弟死前 我与慕容夫人白夫人 曾与她见过面 不过那都是因为 三弟生前都是一个人居住 所以 基于兄弟情谊 我们都会轮流 来照顾她的生活 铁手仔细观察林玉象六人 发现六人说话遮遮掩掩掩 似乎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种狂当事玩 第一次听说 原来 玉水大夫是个生活低能啊 管理家中的事物 还要仰仗三位夫人轮流来照顾 这真是太好笑了 没错 就算金圣皇没有娶妻 难道他就不能请个管家 何必劳师动众的 要各位夫人一个个的照顾 这不是很奇怪吗 你 好了 你们懂什么 眼见林玉象六人脸色难看 铁手连忙出言阻止了追命两人 让两人见识不够就不要胡言乱语 随后铁手向林玉象六人致歉 带着追命和水芙蓉离开灵堂 来到了一处查聊分析情报 追命认为金圣皇被鞭法所杀 身为用鞭高手的白震雷嫌疑很大 芭城市白夫人和金圣皇有染 白震雷发现后怒发冲冠 先是将金圣皇阉割 再用鞭子将他吊死 武座头人骨血已经告诉我 金圣皇并不是因阉割而死 也不是被吊死 那死因是什么 死因为何还不知道 但凶手的杀人动机有 应该跟爱恨情仇脱不了关系 而按今天灵堂上的状况来看 灵玉象和慕容云还有白震雷都有些 铁手说出了他的看法 认为灵玉象三人的妻子 都与金圣皇有暧昧关系 因此灵玉象三人 都有杀死金圣皇的动机 夜晚降临 铁手认为目前的情报有限 无法判断谁是杀人真凶 于是决定重返灵堂寻找蛛丝马迹 未曾想喜欢凑热闹的水芙蓉 也跟在铁手的身后溜了过去 很快铁手发现了水芙蓉 出手点了水芙蓉的穴道 询问水芙蓉跟来干什么 你来做什么 我就知道跟着你啊 你经验老道 肯定能有新鲜事 这里不是找新鲜的地方 快走 铁手奉劝水芙蓉快走 水芙蓉却非要缠着铁手 要铁手教她如何查看现场的线索 铁手没有时间大理水芙蓉 干脆转身离去留下了水芙蓉 水芙蓉见铁手看不起自己 顿时耍起了小脾气 决定按照自己的想象 还原金圣皇被杀的过程 哪只水芙蓉在自导自演的过程中 不慎撞到了桌子上的蜡烛 等到水芙蓉闻到烧焦的味道 已经为时已晚 谁放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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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芙蓉大吵大闹地跑了出去 惊动了长空十字见铁玉象 铁玉象见水芙蓉身穿黑衣 立刻对水芙蓉发起了攻击 幸好铁手没有走远 及时制出飞刀打退了铁玉象 水芙蓉这才得以脱身 哪只水芙蓉刚刚离开金府 又被神鞭白震雷发现 白震雷的鞭法出神入化 而水芙蓉只会一些粗浅功夫 根本不是白震雷的对手 危急时刻 女飞贼飞蝴蝶出手 制出蝴蝶飞镖分开了两人 白震雷看着断掉的鞭子 不敢继续上前追击两人 水芙蓉看着黑蝴蝶的装扮 也一眼认出了她 你是黑蝴蝶吧 我的青空要是她这么厉害就好了